防疫大时代 我国一些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有时候引起混淆 连带影响企业的运作 大马储备报今天报道 德国工商会早前致函首相丹斯李慕尤丁 要求政府厘清各项防疫准则 这一家财经报刊报道指 德国工商会在信函中表示 我国目前的防疫准则持续变动 冒公布的新冠智能管理系统CIMS 一旦没有及时更新 执法不一 也导致业者无所适从 他们认为 有必要厘清标准作业程序 确认在不同的复苏或管制阶段 具体有哪些行业得以运作 此外也敦促我国政府逐步扩大疫苗接种计划 因为他们的会员商家已经准备好 为员工付费施打疫苗 确保生意永世经营